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NH48也相继走红 其中曾顺兮饰演的唐36 个性开朗是剧中的笑点担当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曾顺兮在《泽天记》中饰演唐36近日 曾顺兮接受了《信息时报》记者采访 虽然他在剧中的角色是个富二代豆比 为观众带来不少欢乐 但在拍摄《泽天记》的过程中 他却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这个站在陆寒隔壁的小鲜肉 塑造角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减肥 曾顺兮说 他们强迫我减肥 我每天都饿着 与陆寒搭档的苦悲说脸 大 尤其和陆寒一起时曾顺兮是男团Fresh 极客少年团团圆出身 扇飞之后着力往影视方向发展 他演出的第一部电视剧 就是打IP剧《泽天记》 而他在里面饰演戏份 颇为吃重的唐36 是主角陈长生的好朋友 因此 在剧中 曾顺兮大部分戏份 都与饰演陈长生的陆寒在一起 站在当红炸子鸡旁边 虽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目光 但也容易被隔壁的光芒掩盖 尽管唐36的角色有加分 但曾顺兮想要跑出 也需花费一番苦功 不过 在圈粉这个议题被摆上桌面之前 曾顺兮就吃尽了座陆寒 隔壁的男人的苦 他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他透露 我在鹏店生活的前大半段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减肥 因为刚进组的时候 导演就说我太胖了 然后我就去爬鹏店那座很高的山 他们又说我脸大 尤其是跟陆寒老师一起的时候 更加显得我脸大 他们就强迫我减肥 所以我每天都饿着 通过努力 曾顺兮十几天减重二十斤 他大吐苦水说 我已经到了严重脱水的状态 与陆寒搭档的乐陆寒 给我们每人都送了一台大风扇 去年才投身影视圈的曾顺兮 采访时对剧中的搭档都尊成为老师 但在片场 几位年轻演员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 曾顺兮说 我们这部戏大部分都是群戏 拍的时候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 有很多新的点子 距离好玩的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现场想出来的 虽然因为陆寒而被要求减肥 但曾顺兮却说和陆寒合作很舒服 他透露 我记得陆寒老师来上班的时候 拿了一个巨大的风扇 所以每个小伙伴都特别羡慕他 结果过了两天 他来拍戏的时候 就给我们每个人都送了一台大风扇 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挺感谢陆老师的 他一直照顾着我们 郑爽小号在对网友 有本事极度没本事努力 郑爽近日被爆不少黑料 昨天郑爽发文称 我哪有那么多黑料 以后没上热搜的都不算是 真有不良的属实造谣 我一定不会放过就是了 想爆黑料者表明不会纵容的态度 5月8日晚上 郑爽再次怒对黑屏 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老百姓 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您要别人对您负责 您当社会是福利院吗 那我们的学习和奋斗又是为了什么呢 威 不看似庞大 有多少人在说着多少不走心的话 有多少人在消磨时间 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 彼此伤害就好受呢 每个人都喜欢八卦 感觉可以放松 但是网友的评论 有几个是充满着善意的 都是把平时不敢说的话 满意股脑地砸在公众人物这四个字上 有本事其度没本事努力 40岁香港音乐人被爆床照 搞劈腿至20岁嫩美 怀孕西浪娱乐训 5月8日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近日 有网友爆出香港音乐人 200间的半裸床照 并指控其已有女友 却隐瞒实情与一名言 仅20岁的女子交往 得知小女友怀孕后 便开始疏远对方 最后 该女子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医院 进行了流产手术 据悉 40岁的音乐人 200间是香港知名的作词人 并称为荣祖儿 许志安 孙耀威等一线 歌手创作歌曲 爆料网友燕恩 自称是怀孕女子艾米 家名的朋友 艾米和200间一年前相识 两人过了一个月后便发生性关系 南方当时自称单身 双方感情维持了半年 性行为一直没有做安全措施 因为200间坚持说自己年纪大不需要 怎知发现最后怀了孩子 该网友还闪除了男方在饭店床上闭眼熟睡的照片 照片中 该男子戴着黄黑框眼镜 有小腿有刺青 其中刺青图案和眼 净款式都与200间本人吻合 除此之外 艾米怀孕后被200间疏远 还被建议吃药堕胎 该女子多次联络南方 却得到寥寥回复 艾米后来才知道南方已有交往两年的女友 后经质问 南方才坦诚事实 床罩一经曝光后 该男子被留言称 分手后用床罩威胁前任 这招还行得通吗 好像刑警 而该网友则表示 公开此事是不想再有其他女子受害 郑爽小号在对网友 有本事极度没本事努力郑爽 近日被爆不少黑料 昨天 郑爽发文称 我哪有那么多黑料 以后没上热搜的都不算是 真有不良的属实造谣 我一定不会放过就是了 想爆黑烙热搜表明不会纵容的态度 5月8日晚上 郑爽再次怒对黑屏 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老百姓 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您要别人对您负责 您当社会是福利院吗 那我们的学习和奋斗又是为了什么呢 微博看似庞大 有多少人在说着多少不走心的话 有多少人在消磨时间 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 彼此伤害就好受呢 每个人都喜欢八卦 感觉可以放松 但是网友的评论 有几个是充满着善意的 都是把平时不敢说的话 一股脑地砸在公众人物这四个字上 有本事几度没本事努力